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說的話 就是關於一宗發生在台灣的風化案 台灣的桃園市 有一個十三歲的女童 在2020年 被一個男網友 以裸照 要脅她進行性交易 女童當然向當地的警察報案 警察接到報案之後 想辦法就是抓這個男網友 抓這個壞人 結果警察想了一條計劃 就是叫這個小女孩 成為有利 引這個風化犯色狼出來 結果這個小女孩很難不幸 居然在警方的監視下 被這個男人騙了上車 然後被這個男人脅迫她口交 這件事近日成為了社會的話題 因為判決出來了 所以有很多人說了 桃園市的警察官表示 以這個傷害罪和廢遲職務罪等的罪名 已經將兩個警員抓了 而當時分局局長和偵查隊長都被處分 綜合台灣媒體的報導 有一個姓張的男網友 就是這個色狼 他就在2020年11月期間 用這個交友APP 引這個13歲的小女孩 做這個性交易 並且騙了小女孩 拍了一些裸照給她 之後就要脅她 由於小女孩沒有附約 一直都不肯出來 這個姓張的男人 多次以公佈裸照為要脅 逼這個小女孩完成性交易 小女孩去了桃園市政府報案 並且配合警方聯繫這個男人 即是聯繫了色狼 假裝同意性交易 約在一間麥當勞見面 而警察埋伏實施有報行動 其後這個姓張的男人叫女童上車 並且載了她去麥當勞 大約是兩三百米的路邊停車 命令女童口交 小女孩當然很害怕 在為她底下妥協 幫色狼含鬧 不知道有沒有口爆 隨後載回到麥當勞 這個時候 埋伏的警員 才出面把色狼拘捕 即是本身小女孩未必要被人搞到要含鬧 但因為這班警察搞含鬧答白 他們的失誤 所以小女孩就要含鬧 逃園地檢處徵辦這件案的時候 呂童沒有提及這段被性侵的過程 其實某程度上 呂童是因為警方的失誤 所以被性侵被逼含鬧 後來這件事在法院公開出來 關於這個色狼 就判了8年 錯了8年的要 但是 現在這件事搞得很嚴重 有人就認為 喂 你們這些警察 是性侵的共犯 你哪有理由有個小女孩自己上車的 但是 警察的解釋 就說 喂 我們跟一個小女孩說 叫她不要上車 但是她自己上車 還怪咬 那小女孩 那麼 有律師就批評 就說 喂 你們警察沒有什麼 你們要一個未成年的小女孩 作為有利 去拘捕疑犯 這件事是明顯違法的 因為這個小女孩只是13歲 未成年 就不應該有這些行動 就是說 如果是大人的話 她有自己的判斷 有自己的思想 可以判斷到件事危不危險 幫不幫警察做這件事 但是一個13歲的小女孩 其實是決定不到的 甚至乎她的心智都未成熟 警察要她做這件事是不合理的 就認為 現在警察是沒有一個妥善規劃 就謀言執行這個計劃 就搞到小女孩被人性侵 就毀了小女孩的一生 所以現在這件事 就有兩個警察 就是負責這件事的警察 就下了鑊 應該就要坐牢 可能 因為她現在要告他們 至於 其他 關於分局的其他人 有兩個警察 還有一個時任分局局長 還有一個偵查隊隊長 都應該是不需要去升職的 因為已經是被人家寄了過 我見到這件事 我覺得很慘 真的很慘 真的很慘 很慘 你警察的行動 不要隨便找個小女孩 最起碼 你都找個師姐 可能找個銅顏的師姐 走出來 騙夠那個人 就說我和你上車 起碼那個師姐有什麼事 可以拔槍也好 拿警棍也好 可以保護自己 你就不是找真正的受害人 找個13歲小女孩 跟個色狼上車 即是怎樣 即是送羊入虎口 然後口爆完 幫個色狼含完 你那些警察就走出來 我真的覺得很慘 這件事 我也是瘋狼的 所以我覺得 不單止要抓警察坐牢 我覺得你們這班官員也好 或者這間警察也好 是應該作出一個很大的賠償 起碼要跌下錢 即是錢 雖然解決不了這個小女孩的陰影 但作為一個誠意 又好什麼都好 給一個賠償 但這裏就沒有提過 關於錢錢上面的賠償 我自己看這件事 關於色狼判8年 我覺得是合理的 騙過小女孩出來 然後逼人欺騙人欺騙人欺騙 又用一些手段 用裸照 去要脅人欺騙人欺騙 我覺得判8年是合理的 關於法院判決 我沒有太大的想法 沒有太大意義 但為那些警察我真的要重判 怎可以做事這麼隨便 還有你找一些小女孩 去做有利 你不能用腦想過嗎 小女孩這麼小 配不配合你的行動 即我不說那些人人道理由 我純粹說 以你一個拉犯人來說 是不合理的 其實香港呢 我之前都有看過類似的新聞 都會找個受害人 聯絡那個色狼 引他出來 然後再找個師姐 找個警花 找個銅牙一點的女警員 找個銅牙一點的女警察 就走出來 就扮是這個受害人 打扮扮成這個12歲小女孩 接著呢 就引那個色狼上勾 接著那個師姐就屌你 大發神威打他 我現在不是 現在台灣那麼兒戲 隨便找個小女孩 跟著 跟他上車 被人口爆了 沒有手報 真的很兒戲 我覺得台灣那邊 真的要處理好這些事情 所以那些人經常說 台灣多好住 台灣人間天堂 其實你看看那些新聞 不是 台灣也是一個 很有問題的地方 只不過有些人可能覺得 他的制度好像有些希望 但是我見到 他那些左翼當道 跟著那些官員 或者這些政府上面的體系的東西 又狗不忍答白 好像這件事這樣 嘩 這班這樣的警察 在一個這樣的地方上面 都可以這樣犯錯的 我看著 真是安全嗎 這個地方 一個這樣的情況 今集關於這件事 分享到這裡 都沒什麼特別 照舊 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回頻道 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